OK 烤箱已經做好了 再給它放點一下 這表皮 還可以 好了 我先 燉了一小時 然後再 左右 然後燉了一小時 然後 先烤下面 烤四十五分鐘 一百八十度 然後再翻過來 烤四十五分鐘 也是一百 不是一百八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度 一百四十度 慢慢燉 現在看起來 感覺 還不錯的樣子 接下來 好燙 拿過來 三十二五分鐘 三十六次 五十五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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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一下 就算了 加油 加油 调这个我应该里面塞的东西可是 不太好塞 好 好 好 我们要切开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切开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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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这个还不错吧,事实上是还不错,这是太大的热门鞋 这些热门鞋的热门鞋 自己烤的其实还不错 最好就刚把这一些配料丢下去,没什么味道 这皮很好吃 就知道小火慢烤,把这皮烤到酥脆 然后再慢慢吃它 我觉得是还蛮错的 先炖过以后,里面肉就比较不会那么柴 然后再去跑,它就很好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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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鹅肉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肉太柴 然后,真的炖过以后再烤 其实,再一点不柴 嗯 嗯 嗯 反正一丝一丝的 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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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